在这一小节中,我将向大家介绍几种滤镜的具体实现方式 那么由于时间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这个课程设计的原因 我在这里介绍的这几种滤镜都非常的简单 相信大家一看就能看懂是怎么回事 当然图像处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同时也非常复杂的学科 如果对具体算法感兴趣的同学 不妨去寻找一下图像处理相关的书籍 来学习一下更多更加复杂的图像处理算法 那么下面我们就从第一个滤镜效果,灰度滤镜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灰度滤镜就是将一幅彩色的图片转换成一张黑白的图片 我们在之前的代码上修改一下来实现这个灰度滤镜的效果 那么首先我管这个按钮呢,叫做GrayEffect 其次呢,我把这个函数呢,改名,改名成叫做GrayEffect 那么相应的呢,我们之前做的这个Filter函数就可以改成叫做GrayEffect 之后,程序的大体逻辑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灰度效果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首先获得每一个像素的RGB的值 其次,我们要根据这一个像素的RGB的值来计算这个像素的灰度 注意灰度只是一个值,那么这个计算方法呢,是这样的 R乘以0.3加上G乘以0.59加上B乘以0.11 当然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取RGB的平均值也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这个系数呢,是由这个图像学家研究出来的一个最好的反映图像深浅的 对应于RGB三个通道的一个系数值 这样我们就计算出来了相应的灰度值 那么最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灰度值付给RGB就可以了 怎么样,灰度铝镜这个算法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有了一个GrayEffect按钮 点击以后,右侧的图像变成了一个黑白的照片 下面我们在灰度滤镜的基础上 稍加修改就可以获得黑白滤镜的效果 所谓的黑白滤镜是指图片上没有灰度值 或者是黑色,或者是白色 也就是或者是RGB为全0,或者是RGB为全25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如何实现 首先我在这个按钮区域加入了一个新的按钮 这个按钮呢叫做Black and White Effect 同时点击这个按钮会响应一个函数 我就管它叫做Black Effect 之后对于这个Black Effect的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是把刚才的这个GrayEffect的滤镜效果复制了一遍 并且把它改变成叫做Black 我们在具体实现这个滤镜的时候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算出来这个GrayEffect的值以后 只需要再判断一下这个GrayEffect的大小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预值 比如说如果Gray这个值比255 255是RGB每个通道的最大值 如果比它的二分之一还要大的话 那么我们把一个Value值 管它叫做V 就设成是255 否则的话 这个VValue值呢 就等于0 之后 这个像素的RGB三个通道 全都设置成V的值就好了 这样大家就可以想象 我们靠计算出来的灰度值 给每一个像素点进行了一次分类 它们或者是白色或者是黑色 下面我们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多出了一个Black and White Effect 点击以后 一个只有黑白双色的图片就产生了 这个就是黑白滤镜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反色滤镜 所谓的反色滤镜 其实实现起来也非常容易 就是图像上每一个点的RGB值 修改为255减去原来的这个值 得到的效果呢 就是像这样一种照片底片式的这种效果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具体实现 依然是 首先我在按钮区新加入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我管它叫做Reverse Effect 同时点击这个按钮后 会响应一个叫做Reverse Effect的函数 在具体实现上 在这里我又将之前的Gray Effect复制了一遍 但是呢 将它改名成了叫做Reverse Effect 我们扫描每一个像素 获得每一个像素点的RGB值 之后 其实比灰度滤镜更加简单 我们不需要计算这个灰度值 直接给每一个通道的RGB附上255减去 这个通道原来的颜色就好了 这样我们的反色滤镜就写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多出了Reverse Effect的这个按钮 点击以后 一个反色的底片式的图片就出现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滤镜 模糊滤镜 那么这个滤镜之所以复杂呢 是因为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些滤镜 对于每一个像素点的修改 只需要参考自己当前的这个像素就够了 而模糊滤镜呢 则需要参考自己周围的一个滤镜 这样的滤镜呢 其实还有很多种 我们通过编写这个滤镜呢 也来看一看如何在图像中 参考一个像素周围的其他的像素 进而实现一个图像处理算法 那么依然是对于这个新的滤镜算法呢 我添加了一个新的按钮 我管这个按钮叫做Blur Effect 同时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响应Blur Effect这个函数 那么对于Blur Effect这个函数 由于它的实现呢 区别和值钱比较大 所以呢在这里我只显示了最基本的三行代码 第一行代码获得converseA的imageData 第二行代码拿到imageData对应的pixelData 那么最后呢 我们经过中间的计算以后 再将修改获得imageData 使用putimageData这样一个方法 放回converseB这个画布中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如何实现Blur Effect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 使用Blur Effect 扫描到每一个像素点的时候 是需要参考它周围的像素点的 那这个就要保证它周围的像素点 不能被刚才的算法所修改 基于这个原因呢 我们就不能仅仅使用一个imageData 我们需要创建一份同样的imageData的拷贝 那么我管这个imageData呢 叫做Template Image Data 它的获得方法和这个imageData 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后续具体的算法过程中 不断的参考Template Image Data 来修改当前的imageData 最终把这个imageData当作结果 绘制在converseB上 当函数运行结束以后 这个Template Image Data 也就被我们抛弃了 那么创建这样一个参考 是这种需要参考其他的像素 来进行图像处理运算的一个特点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算法部分 那么在这个算法部分呢 我修改一种便利图像上像素的模式 在这里呢 我采用一个二维循环的方式便利 那么这个二维循环呢 第一维便利整个画布的高度 第二维呢 便利整个画布的宽度 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想象到 我在每一个便利到DI行 DJ列这个像素的时候 它实际对应的我们一维素主 Pixel Data上的这个位移呢 是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 我们之前的EAPBT呢 已经讲过了 那么关键是 对于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如何便利它周边的元素呢 那么在这个算法中 我的核心思想是想便利 每一个点周围的八个像素 连同它自己一共九个像素计算一个平均值 把这个平均值作为这个点最终的像素的颜色值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模糊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便利这个点周围的像素点 在这里呢 我再次写一个二维循环 这次我循环的对象呢 是基于中心的这个点 在X方向和Y方向 这两个方向上位移的变化值 我管它叫DX和DY 大家可以看到 从-1便利到1 DY也是从-1便利到1 这样一来 这个循环一共走了九次 每一次 我们通过这样的计算一个XY的值 I加上DX和J加上DY 那么XY就是当前IJ这一点 周围的某一点 或者是它自身 当DX和DY都是0的时候 就是它自身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就获得了以IJ点为中心的 它周围的所有的点的位置 在这里头呢 大家可能会看到 会产生一个数组溢出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我的I为0的时候 DX为-1的时候 就会越界 同样当我们的J为0的时候 DY为-1的时候 也会越界 在这个最大值的这边呢 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 所以呢 我简单的修改一下 我们的这个循环呢 从1开始 一直循环到-1的位置 这样呢 就解决了数组越界的问题 那么有了这样的基本结构 剩下的计算呢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每一次 便利到IJ这个像素的时候 那么设置三个值 我管它叫做TotalR TotalG和TotalB 来计算这一个像素 周围所有像素点的RGB的总和 那么我们每一次便利到了 IJ这个像素周围的值的时候呢 都进行一次这样的计算 我们首先计算一下 当前这个周围的像素点 它的位移是谁 之后拿到这个点P 它所对应的RGB 三个通道的值 分别加到TotalR TotalG和TotalB中 这样一来 当这个两重循环走完以后 TotalR TotalG和TotalB 就存储了IJ这个像素点 为中心周围所有的点 RGB通道值的核 那么最后 对于当前的这个IJ 这个位置的像素点 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 这样的复制就好了 也就是给这个像素点的RGB通道 分别附上 它周围的所有点的RGB的平均值 那么这个算法看起来 相对的复杂一些 不知道大家理解没有 如果没有理解的话 再好好地思考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内部的逻辑 我们首先呢 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多出了一个blur effect 点击以后 产生了一个更加模糊的图像 不知道同学们在这个视频中 看到的这个模糊的效果 是怎么样的 如果亲自实现一下 而且显示器的分辨率足够高呢 是能够很清楚地 看出这个模糊的效果的 但即使如许呢 我们还是想再改进一下算法 看能不能任意的调节 模糊的这个尺度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 可以看到在这个算法中 我们由于只参考了一个像素点 周围的八个点 那么所以模糊的程度呢 可能不够大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参考 这个像素点周围更多的点呢 那么为了实验这个效果呢 我创建一个新的变量 我管这个变量呢 叫做blur2 也就是模糊的这个半径 我们现在相当于 让这个模糊的半径呢 是1 那比如说我们要将它射成3 会怎么样呢 那么为了应用这个模糊半径呢 我们就需要改变一下这些代码 那么首先 很显然在最内层的循环里头 我们dx dy 就是要从负的blur2 一直便利到正的blur2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同样 为了避免数组的越界问题呢 我们的i和j呢 也需要从blur2开始 一直便利到相应的height键blur2 和v4键blur2 最后我们在给这个点复值的时候 就不能除以9了 我们要除以这个blur2对应的 它到底参考了多少个像素点 那么我们设置一个新的变量 我管它呢 叫做total number 对于这个total number 它的计算方法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设置的这个blur2 实际上参考的是一个正方形的面积 那么对于这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呢 是2倍的blur2再加上1 所以它参考的这个点的总数呢 就是2倍的blur2加上1的平方 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最后 我们计算这个平均值的时候 就应该除以我们新计算出来的这个total2 当然这里对于total number来说 一旦我们的blur2固定了以后 相应的total number呢 就固定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部计算呢 移在外面去 那么这样我们就加大了模糊的尺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点击blur effect 大家可以看出来 此时这个图像比之前呢 更模糊了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 可以调节这个模糊尺度 看一看最终的效果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大家学会了制作模糊效果之后 可以非常容易的实现一个马赛克滤镜 那么看到这里呢 同学们不妨先自己动手试验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马赛克滤镜 对于马赛克滤镜来说呢 它和模糊滤镜的区别就是 模糊滤镜把每个像素值 附上它周围的所有像素的一个平均值 而对于马赛克滤镜呢 则是把一块里头的所有值 全都附上这一块的平均值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代码 这里依然是我们添加了一个 叫做MosaicEffect这样的一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呢 会显应一个MosaicEffect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实现 那么由于时间原因呢 我就不带着大家来一点一点的写了 大家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程序的大体结构和模糊效果非常的类似 区别在哪呢 那么首先对于MosaicEffect来说 我先定义每一个Mosaic块那个小块的边长是多少 在这里呢 我把边长设成是16 我的这个autumn.jpg的原图像呢 是800乘以560的 那么这个长和宽呢都能被16整除 所以呢我根据这个特定的图像 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数值 如果你的图像的长和高更加灵活的话 那么在这个数值的选择上呢 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计算 甚至呢在后续的算法中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那么在这个展示中呢 我把这些特殊的处理都略去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循环过程 在循环过程中 最外层的IJ这个循环 从0开始 每次I和J都添加size这么多 所以每一次的循环 我们想要循环一个马赛克的块 那么我们循环到的这个I和J的值就是一个马赛克块的左上角的坐标 之后在里层的循环中 我再从0一直循环到size的值 那么计算XY的时候呢 用I加上这个DXJ加上DX 这样在这一个双层循环中 则循环了每一个马赛克块中的每一个像素点 进而计算了他们的TotalR TotalG和TotalB 那么之后 我就可以根据这些计算来算出这一个马赛克块中RGB三个通道颜色的平均值 我把它们呢存成了RES2就是ResultR ResultG和ResultB中 最后和模糊滤镜不同的是 我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果要付给这个马赛克块中所有的像素点 所以我再次进行一个双重的循环 再循环一遍这个马赛克中的所有的点 把每一个像素点的RGB值改成我们刚才计算得到的ResultR ResultG和ResultB 这样一来我们的马赛克滤镜就完成了 那么由于有模糊滤镜的基础 马赛克滤镜我讲的比较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呢 那么请再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MosaicEffect 点击以后一个马赛克的图像就出现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这一小节我们由浅入深的一次介绍了五个不同的滤镜的效果 那么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那么事实上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有兴趣 依然是可以去查看图像学相关的书籍 在图像学中介绍了非常多的滤镜算法 当然图像学不仅仅使用于制作滤镜 还可以制作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应用 比如最典型的我们可以制作人脸识别的程序 那么所使用的底层算法呢是更加复杂的 但是不管怎样 Converse的图像处理的功能都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接口 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实践这些算法 有兴趣的同学互防试试看 没准你就是下一代的图像算法工程师 大家加油 有兴趣的同学互防试试看